OK,我是阿彪,新一代的頑皮人 我現在是一名職業,皮革醬汁 當然不要做一些皮革製品 還有一些手工藝品,皮革娃娃這些東西 我開了一間工作室,皮革工作室 就是叫酒木Nightwood 源自於最開始我是想開一間打貨鋪 因為自己興趣很廣泛 所以想做一些比較廣泛的東西 所以我就把那個雜貨的雜汁,酒跟木給拆開來 我當然自己也喜歡一些 中國傳統藝學上面的小知識 就屬吉陽嘛 然後我們的皮革屬木 所以我就用酒木這個東西 來做我的工作室的名字 往往在製作的更多時候 我們要找好的材料 比如說皮革,線或者一些特殊的工具 那個會比較麻煩 然後在資訊發達 主要我們現在通過淘寶或者 或者一些網絡 網購 我們都比較輕鬆能找到 其實材料是最大的挑戰 尤其是線 與龍線的一個部分 投入皮革降屍這個行業 投入皮革降屍這個行業 你可以感... 因為之前我不是在行業裡面的人 我能深深體會到 我們社會對皮革這個領域的態度 我們不像歐美 我們有上千年的皮革運用的歷史 我們東南亞其實很明顯 在皮革歷史上 二三十年前我們家人可能都沒有什麼機會用到皮革的產品了 所以嚴格來講 在最東南亞來講 皮革這個領域是一個新的領域來的 很多人覺得它可能是一個落寞的行業 因為你可能覺得皮革就是跟補鞋這樣或者做鞋這樣畫等號其實不是 皮革產品其實源自於你生活中的每一個細節 你的衣服啊 你的廚房用品啊 你的日常用品啊 你的隨身用品 你裝飾用品 其實都可以跟皮革產生很大的聯繫 在做這個手工藝的過程中 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我不是一個很有耐心的人 然後在縫鬱皮革這個過程中 我就感受到了所謂日本人講的一針一縫就可以是 反而我們可以像我們佛家講的入禪一樣 每縫一針先就是專注於每一次的縫針 當然除了創作或者製造出自己心愛的作品以外 當然真正讓我成為的就是那一針一線一縫的過程 不管是手藝或者一些技巧或者一些知識性的養成 都需要時間跟耐心 所以你問我如果要給意見的話就是 多做吧 多實驗吧 然後技術才會熟練 多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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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